哈 哈 慢一点哦 今天是住院的第三天 好在它现在没烧了 肥炎 看去摸 一天都不知道我帮你要洗多少次手 哪里都摸 挖鸡 下面有挖鸡哈 挖鸡 这前两天都在头上打的点滴 然后昨天晚上睡觉 不知道怎么回事 那个东西掉下来了 怕有细菌橄榄 然后今天就打到手上了 宝宝 小孩子难带吧 好带呀 不听话哟 烧成肺炎了 肺炎的话真的是很麻烦 干嘛呀 你怎么哪里都靠啊 前两天发烧的时候没点精神 一直哭 不 不什么 不不 怎么这么坏的脾气啊 不帮你看你就丢掉 怎么这么坏 这没烧了 精神也好 都不哭了 能自己玩 来先坐这里 吃个松子 他吃个吃火 说人说吃的不多 他吃零食特别厉害 只要有吃的就行 他可以不停的吃 那饭还来一份 他就吃的爽 这个是 吃货 你儿子这么大的时候 他饭可以吃一半碗 他就吃两口就不吃了 零食就一定要吃 以后搞不好就拿个来的 就偏走了 小胖胖 现在不能叫小胖胖了 现在都没二十斤 这两天瘦掉了 二十斤都没有 小胖胖来看一下这 看一下笑一下 叫爸爸 叫爸爸 在叫爸爸 不 现在我女儿睡着了 中午了 点了外卖吃 吃的比较清淡 莴笋炒肉 反正点的是莴笋炒肉 全是莴笋炒肉 没办法 老妈说不能吃荤的 也不能吃有辣椒的 老妈说你也咳嗽 不能吃 家的一切改善病源 就是来自于你 天天都是你咳咳咳 所以说你给我忌口 不要吃 鸡总啊 这个没有辣椒的菜怎么样啊 养生啊 养生啊 搞得我们沾你的光哦 也养育会生是吧 这么清淡 辣椒都没有 有些人吃清淡的 没人吃大鱼大肉 嗯 说的对 多吃点 像我这种 一行富豪啊 隔壁阿姨都笑了 我跟你讲哦 哈哈哈哈 我们刚刚吃完吧 他就醒了 被吵醒了 被吵醒了 在医院就是这样子的 隔壁传帐 他们也亲戚来看了 找到一个堂子里 没睡饱 要闹 啊 哦 还要睡 我们要睡 要我抱吧 不要 他不要你抱 他有 你没发现我来了之后 他老要我抱 嗯 他跟妈亲一点 因为我没来 今天会这么难带吗 都说了给你亲一点 很有成就感吧 你 他就是围来 我还有成就感 我想抱他都不要我抱 哦 谢谢